在這個單元裡頭 我將跟各位介紹ZBrush筆刷的一些使用方式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下 在ZBrush 4筆刷面板裡面 你可以看得到非常非常多的筆刷 在3.5之後的版本其實筆刷就非常多 那在4.0之後筆刷又更多 所以我要在茫茫筆海裡面找到我要的筆刷 其實變得有點困難 那在3.5之後 其實ZBrush它是以英文字母的方式排列這些筆刷 另外它提供了一個簡易的搜尋方式 例如說我要搜尋標準筆刷Standard 那我只要點一下S 這個時候ZBrush就會把所有筆刷 第一個英文字母是S的筆刷全部列出來 那這樣子的話 我再一個一個從這個地方列出來的地方 就可以找到Standard筆刷 不過話雖如此 你可以看到Standard筆刷 英文字母是S的筆刷其實有非常非常的多 那從這個地方找 除非你已經記得說Standard筆刷它本身的位置在哪邊 不然其實你在搜尋Standard這個英文單字其實也蠻吃力的 所以我們可以用另外一種方式 那另外一種方式就是注意它左上角的這個特殊符號 那各位可以看得到的是 每一支筆刷左上角其實都有一個特殊符號 那這個符號並不見得它是從ABCDEFG開始排列的 那它有它的一些排定的方式 基本上我們只要大概稍微記住就可以了 而且一些常用筆刷其實你如果常用的話 你可以留意一下它左上角的英文代號 代表的是它的那個獨有的一個號碼 那當你在選擇筆刷的時候 你就可以使用這個號碼 快速的把你的筆刷叫進來 我們現在試試看 現在目前我們的筆刷是Move筆刷 那我如果要把它換成Standard筆刷的話 首先我按鍵盤裡面的V 這個時候它會把筆刷面板叫出來 那接下來我選擇按S Standard筆刷第一個英文字母是S 那接下來Standard筆刷 剛剛我們講左上角它的英文字母是T 當我選擇VST之後 你可以看得到的是筆刷就被切換成標準筆刷 那相同的方式我們來試試看Move筆刷 Move筆刷它的左上角英文代號是V 所以接下來我要選擇這支筆刷的時候 我只要在鍵盤裡面按V 英文字母第一個字M 再來按V 它就切換到Move筆刷 非常快速方便的使用方式 那另外在筆刷面板裡面 各位可以看到第一排這個部分 其實這些筆刷在這裡面都有 它只是把一些比較常用的 或是說你之前有用過的筆刷把它列出來 讓你方便選舉而已 它的功能基本上是如此 OK那接下來我們看一下 在這個地方Draw Size 3.1跟3.5裡面 我可以使用中括號的方式 把它的尺寸一次一次個單位推進 或是往下降 那在4.0之後 基本上你的筆刷尺寸如果低於10的話 你每按中括號一次 它是以一個單位的方式來減少 或者是以一個單位的方式來增加 但是如果說筆刷尺寸超過10之後 你每按一個中括號 它會以4的方式來增加 或者是以4的方式來減少 這個是筆刷差別的地方在這邊 那另外還有一個地方需要跟各位提醒的 之前遮罩跟選取工具 右下角這個地方有一個所謂的套索工具 因為在4.0之後遮罩跟選取工具 它已經變成是所謂的筆刷 在這個地方各位可以看得到 選取的方式已經變成一支筆刷了 遮罩的部分在這邊 選取的部分在這邊 所以它有一個特性是 我們之前常常感到困擾的地方是 我在選取物件的時候 沒有辦法做對稱的處理 但因為這個時候它已經改成筆刷了 所以接下來如果我要對稱方式來處理的話 其實你只要把對稱打開 然後使用選取工具或遮罩工具 我就可以對稱的方式來選取 那當然我現在在畫的時候 目前這個是以框選的方式來做 如果說我按住Ctrl鍵 或當然因為你的方式不同 你可能是按Ctrl加Shift的鍵 這個時候你可以看得到 Stock這個地方 其實會多幾個選項 第一個所謂的矩形的框選 再來圓形的框選 曲線的框選或是套索工具 這個地方你就可以 比較自由的方式來決定 你要的選取方式 而不需要去切換其他的筆刷 不需要去切換其他的筆刷 直接透過筆觸的方式去處理 做處理就可以了 筆刷的部分 筆刷的部分 使用的方式大概介紹到這邊 我們去下午三個小時 下午三個小時 下午三個小時 下午三個小時